都普勒效应 玩具熊蝉的构造有共鸣管 细绳和竹棒 把细绳拉紧 旋转竹棒 我们可以听到像是蝉鸣的声音 遮住共鸣管 蝉鸣变小声 旋转玩具蝉仔细听 船的音调有何改变呢 有没有高低起伏 何时音调较高 何时音调较低呢 双鸣的高低随着音源运动而改变 就是都普勒效应 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闹钟靠近时音调变高 远离时变低 仔细听机车的引擎声 还有机车的喇叭声 或是路人的哨子声 会因为声援或观察者运动而改变频率 任何时音调较高